老铁门,这次可能真的回不了家了 通过架台的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风浪很大 已经分不清楚是浪花还是雨水 这么离谱的降水量意味着我们应该进入的台风的本体 外面的能见度很低 就连拍视频拍出来都显得很模糊 这种海矿如果掉下去分分钟就BBQ了 穿救生衣也没用 本行次,我轮从俄罗斯装载了200万桶精致燃油 EN590,目的地是马来西亚的巴胜港 现在正航行于北太平洋 刚刚收到气象通知 前方阳面又有一个台风突然形成 就连各大气象局都触不及防 我们连预警警告都没有收到 台风轩兰诺的影响还没结束 梅花台风又生成了 昨天的气象海图显示 梅花的前身还是一个小小的胚胎 刚开始表现得很脆弱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突然快速发展 这也说明了一点 气象也不一定完全准确 跑船不仅要靠运气 命还得硬 船长都蒙圈了 根据我们目前的航线 船长说,这次肯定绕不过去 只能硬扛 本来工资就不高 耽误了船期还得扣奖金 目前海上风力6级 船长命令检查所有的水密门 全部锁死 把船上所有能移动的物品 全部用绳子绑好 所有人都得穿好救生衣 完成甲板上的工作 抓紧回生活区 更不能跑出去拍视频 最后还特意点了我的名字 目前海上风力10级 船舶横摇15度 到了晚上 可能会增强到17级的超强台风 真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跑船10多年了 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海况 船长打电话到机舱 让老鬼多启动一部发电机 并且把四部舵机马达全部启动 保障舵销 一定要确保航行安全 在这种海况下 如果船舶电力系统瘫痪 我们真的就BBQ了 目前海深5000多米 风力12级 有老铁留言问我们遇到大风浪 怎么吃饭 怎么睡觉 还有很多人关心我们怎么上厕所 说真的 这种惨痛的经历 我是不想再讲了 来看看我的房间 这就是船上的真实情况 还有这么多人挤破头来上船 不是我吓唬你 这是所有船员将来可能会面对的情况 尤其是台风的频发季节 这是架车台的夜行模式 不让开灯 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大风大浪还夹杂着暴雨 全靠雷达和垫着海图 火轮沿着台风的外围艰难的行驶了十个小时 方圆千里没有陆地 没有地方避风 没有服务区 更不能停下来 我们船正常航数在14节左右 目前只有6节 此时的浪用很大 上下颠簸的厉害 不抓点东西很容易被甩出去 很多人问我晕不晕船 晕过 的确晕过 但到了架子台 一颗神经就紧绷着 既然咱选择了这个行业 咬着牙 也得坚持下去 咱不能给山东的爷们丢脸 终于熬过了艰难的一夜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我们船不仅没有前进 反而倒退了十多海底 刚刚船长下了紧急通知 又让重新规划了航线 因为台风的移动轨迹 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接下来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鲜 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鲜